好 回到新闻现场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参数台风了 因为它渐渐的靠近台湾 今天的清晨五点钟呢 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已经在俄罗比的南南东方 大约260公里的海面上头了 宜兰外澳的海域目前风势逐渐的增强 但是还是有人不听话 有游客闯进观浪耶 现场情况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记者彭新美 宜兰乌石港外澳沙滩风势已逐渐增强 天空也十分昏暗 感觉随时都会下雨 在现场却有游客开车来玩 被海巡人员给挡了下来 海巡发布了 因为它不是没有发布 海警发布了 无体发布了 对对对 谢谢你 谢谢 可以看到一早七点左右 沙滩上就有民众偷偷闯入海域观浪 海巡人员也立即上前提醒驱离 我们这边没有在管制 尽管风雨还不明显 不过因为二级警戒 这里原本就有封闭管制 再加上墙台来袭 海巡业家派人力在各个出入口巡逻 另外镜头转到基隆 目前人无风无雨相当平静 不过预计在中午左右 台风暴风半径涵盖盖台东 恒川半岛和屏东时 基隆北海岸就会出现长浪 其他地区包含东半部 中南部恒川半岛和澎湖 金门沿海地区 也要留意有长浪发生 风势部分也会明显增强 民众务必要多加注意 避免到海域附近关浪 以免发生危险 而在宜兰东山的文旦 目前是进入了采收的尾收 那么果农原本是想要等待 最好的时机来采收 结果现在遇上了灿树来袭 那么有果农就表示说呢 原本啊这个白鹿呢 前十天或后十天 都是文旦最佳的采收期 没料到台风说来就来 所以一大早赶紧来抢收 看能收多少是多少 目前只采收了两成 担心有八成就会泡汤了 那么台风渐渐的靠近 各地也开始出现了 强风豪雨 呼吁民众要加强戒备了 位于台东池上 著名的观光景点 就是这个京城武术 面对强台来袭呢 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 拉起了封锁线 放置了三角锥 再用这个白色的粗绳 系上了红色的警示灯 拉紧这个绳子 要固定树木以防断裂 虽然目前台东是有雨无风 但是还是要提醒民众 注意安全 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么这个台风 一步步的逼近 在东部海域呢 明显风浪增强了 也提醒民众外出 或是在海上作业 或是在附近作业 也要特别的小心 气象局就预估呢 这个台风将会有 东部近海北上 台东将会笼罩在暴风圈当中 那么目前正好也是这个世家采收的季节 在地果农呢 依得知强台即将要来袭 立刻也是进到果园来 将这些树枝修剪 希望可以将一些成熟的果实尽快采收 而没有成熟的果实呢 是用这个袋子来套装减少受损 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 随着这个墙台 参数步步逼近台湾 新北市二重疏口洞旁 重新桥底下有这个货柜的便利商店 也是紧急的打包拆卸要撤离 由这个硬影车协助 再运到安全的地方安置 等到台风结束之后呢 才会再搬回原处继续营业 新档气象局已在昨天下午五点半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暴风半径就会涵盖台东 恒川半岛跟屏东 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中南部恒川半岛和澎湖金门沿海地区 也要特别注意会持续有长浪 风势部分也会明显增强 到了星期日 暴风圈就会笼罩全台 由于台风参数来势汹汹 三重美提莱尔夫也立即决定 在昨天下午三点进行打包拆解 可以看到这间莱尔夫所有门窗 为了降低玻璃震动的频率 全都已经贴起胶带 借着两台堆高级分工合作 合力将莱尔夫抬起来 再由一影车协助载运 搬完最外层的大门后 里头还有两截 根据了解 新北市二重梳红道旁 重新桥下市集的这家莱尔夫商店 是全台唯一一截能闪台风的门市 因为处于新水区内 每次发布台风警报或防洪警戒后 就要大动作进行撤离作业 等到台风结束后 再回到原处营业 中文字幕会者 杨栋梦